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的营修进入到雅各第二章了 从上一集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对爱情有许多的描述 也许不知道各位观众听众当中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这卷书跟我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已经不再谈恋爱了 或者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男朋友女朋友 那这卷书给我什么样的教导呢 是的 不一定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才要读雅各 假如各位已经进入婚姻好久了 那么这卷书呢 其实跟你也很有关系的 你可以重温与你配偶的爱情 若是你已经是做了主妇主母了 那你对爱情的认知呢 其实也可以帮助一些年轻的人 那这卷书虽然不一定每个人正在谈恋爱中 但是都可以对恋爱这个主题 多一点属灵的 属灵的 属圣经的 属神的认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雅各做灵修 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好 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驴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蕴下 尝她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她带我入宴席所 以爱为奇在我椅上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 增补我力 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因我施爱成病 她的左手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这段经文一开始呢 是讲到两个情人之间的对话 这位女子说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我是古中的百合花 好多人对这两节圣经呢 有一点误解 这两节圣经 是这位女子 对自己的认知和描写 沙伦的玫瑰花 或者古中的百合花 是当时地理环境里面 非常普遍的现象 古中的百合花 那真是千朵万朵啊 所以这位女子自己觉得 她是千朵万朵百合花之中的 其中一朵 换句话说 她觉得自己非常平凡 不过呢 第二节 却是她的情郎 就是良人所说的话了 良人说 我的家偶 就是她的恋人啊 好像百合花 不过却是在荆棘中的百合花 换句话说 虽然这位女子觉得 自己是平凡的百合花 不过从她的恋人 就是这里的良人的角度来看 这一朵百合花 却是长在荆棘中的 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那这两句话 其实已经给我们看见 爱情的一个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真正的爱情 是在寻常之中 看到对方的不寻常 人在爱的关系里面 会更认知对方的深切的优点 可能这个优点 在别人眼中 只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个特点 但是在两个人彼此认识 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习 从平凡之中 看到对方的不平凡 雅各苏在这里 给我们这个功课 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 假如我们看对方 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 那我们就不可能 会有什么爱情的火了 我们必须学习 在平凡之中 看到对方的不平凡 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爱情关系中 继续地不断地欣赏对方 越纳对方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可以越来越增进 其实这个原则 不只是应用在 谈恋爱中的恋人 夫妻之间也应该是如此的 凡是真正的爱情 就是在对方 平凡的时候 看到 其实非常不平凡 当我们学习到这一点 那不管我们是在 谈恋爱中 或者已经 谈完很久了 我们的热恋 仍然会随时发生 愿神带领我们 用这样的心情 来阅读雅各苏 神赐福给你 平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